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父您告诉我们 按照我的一举驭动 行善的将把这善流到子孙千万代 行恶的将把这罪恶降到子孙三岁代身上 我父 我们听了上帝的话语 还始终不明白 还始终不醒悟 我们真的是太愚昧了 祝我父帮助我们 使我们醒悟过来 使我们顺从于上帝的话语 祝我父帮助我们 使我们认识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认识上帝的见证 奉耶稣的名 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约翰福音21章25节 约翰福音21章25节 每个凌晨上帝在帮助我们 那么上帝为什么会把这么丰盛的话语全给了我们呢 那么在这世上好多人读了很多本书籍 甚至把好多书籍都摆在了自己的家里边 那么这世上的书籍再多再丰盛 也不如一本这圣经的 上帝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这世上的书籍再多再丰盛 哪怕整个宇宙都是书库 哪怕整个宇宙全是书库 全装满了书本书籍 也不如这一本圣经的量 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21章25节 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 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 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阿们 上帝为什么把如此丰盛的话语全给了我们呢 我们现在的人生将来的人生 直到主降临的那一刻 我们在这世上所经历的一切 这世上所有所有的一切 只有圣经里是有答案的 每个凌晨上帝帮助我 这是多么庞大的允许啊 无论在哪个时代 无论在什么时候 只有上帝是帮助我的 而好多人 如果说凌晨时间 有发钱的地方 甚至那宁可去发钱的地方 也不愿意来到主面前呀 那真的是太愚昧了吧 那么真心迅从上帝话语的人都有过见证 那么在座的各位 部族的普章 我平牧师也奉主等民做过很多事情 人平岛的黄花鱼迁徙到了激州岛 当时一艘船要出海捞鱼的话 是很大的成本 很多的成本的 那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那谁就能给个保障呢 我们有时候稍微因为爱惜肉体 或者说有赚钱的地儿 或者说自己稍微有利益的时候呢 就不愿意来到主面前 上帝说了 生命都不属于我自己的 生命是上帝的 让我们限出生命来爱上帝 圣经的话语 无论哪句话语都不得删减 如果删减了一句圣经话语的话 就会要去地狱了 而且这样的灾难咒诅 都倒流到子孙三次代身上 上帝的话语 任何一句话语都不得删减呀 要不然会遭受灾难咒诅的 启示录22章19节 那么给大家讲了上帝的话语 大家听了也不明白 听了也不醒悟 那么无论是大家还是我 上帝为什么会让我们经历辛苦收累呢 为的是让我们通过眼前的辛苦收累 醒悟过来 要归向上帝 希伯来是五章八到九节 通过辛苦收累 让我们学会顺从 顺从才是信心呀 宁可挽出眼睛 宁可不要一个 宁可不要一个 宁可砍下我的手和脚 我也要去天国呀 只有去天国了 这时候才能做爱国者 唯独我的灵魂能去天国的时候 才能真实的爱人如己呀 那么有些信徒说 哎呀牧师您讲的太多了 我听的都不明白了 哪怕一句经文 能让我真心的领受 我真的已经是很感恩 我不领悟 我不明白 这都是因为我没有悔改呀 比如说 大的汽车 那么大的汽车需要用的 用的 油的量也多 那人是要靠着上帝的话 与生活呀 多听上帝的话语 渴慕上帝的话语 这时候才能成功 大家知道亚伯罗和林肯 他很实在地告白 当他母亲去世的时候 留给他一本圣经 他就靠着一本圣经 考上律师 他之前人生是特别的凄惨的 做什么都不顺利 而我们呢 遇到困难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了 我们就开始不认可上帝了 而哈巴古书三章 大家可以读一下 现状再凄惨 靠着上帝赐予我的喜乐 已经是很满足 很幸福的 求靠的是上帝 投靠的是上帝 而我们呢 如同动物一般 心里的满足和幸福 来自于世俗的这些物质 来自于世俗的一些情况 这真的是如同猪狗一般呀 人是要靠着上帝的话语 获得满足的 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祝福 是非常庞大的 是超过我们的想象 烟花 为我们预备了一切一切 而我们为什么却不愿意领受这么好的祝福呢 好多人说 哎呀 圣经就是一本 其他的书籍都好几本呢 这就是在否认圣经话语了 上帝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整个宇宙全是书库 装满了整个宇宙的书库 量也不如这一本圣经的 以赛亚书34章16节我们找一下 只要我的心灵洁净了 我就能领受上帝的话语了 这上帝的话语里面是包含世上的一切一切一切 甚至有些人很愚蠢呀 甚至有些人说 当今现代科学圣经里肯定是没有提到吧 传道书大家读过吗 传道书里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曾经全有过 我们现在的科学再发达曾经全有过的 我们认罪悔改 这四季段悔改的时候 上帝使我那心平安 上帝使我那心幸福的 罗马书15章13节 只要认罪悔改 做了四季段悔改 首先心里是平安 是喜乐的 那么再次的各位 每天早晨大家起来 都会洗脸刷牙吧 上班的时候 不会说不洗脸不刷牙的 每个凌晨我来到主面前 就是要使心灵洁净了 诗篇46篇5节 每个凌晨上帝在帮助我 这上帝的话语是我的粮食 诗篇46篇5节 每天我都要抓扣这句话语 西凡亚书三章5节 每个凌晨上帝施行我的审判 每个凌晨上帝施行一切的审判 那么如果在这凌晨得到上帝的帮助了 就能使我战胜这审判 使我 上帝帮助我抵挡一切的灾难和咒诅啊 而好多人不承认上帝的话语 不相信上帝的话语 宁可去投靠自己 结果走向败坏 人是要听上帝的话语 而且人只听上帝的话语 马太福音四章四节 人是靠着上帝的话语而活 而猪狗是不需要上帝的话语 甚至不听上帝的话语 好多人把某某哲学家 把某某科学家的话当成是理论 当成是一种标杆 无论是考古学家 无论是某个哲学家 人都是罪人 人的理论 人的思想 都仅代表自己的想法而已 就举个例子说吧 有些学者的理论是什么呢 说小时候 如果没有把这个语言学好的话 长大了 这语言结构是不太稳定的 那其他的学者就能 有对立的一方 所以 如果牧师在台前传讲上帝话语的时候 借用世界的一些理论 借用世界某个哲学的一种理论的话 那都是假的讲道啊 我们要听上帝的话语 世上的一切学问 世上的一切的理论和思想 仅是传福音的工具而已 上帝是让我们先求上帝的智慧 与上帝的知识 福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一同增长 所以我们先求的是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 我们先求上帝的智慧 与上帝的知识 然后才能在这世上学会支配和管理啊 马太夫六章三十三节 我首先要获得圣灵 靠着圣灵赶走我内心的恶魔恶鬼了 我才能 我领受了圣灵才能属于上帝的国呀 伊赛亚书三十四章十六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你们要考察 宣读伊赛华的书 这都无一缺少 无一没有半偶 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 他的灵将他们聚集 阿们 每当不足的仆人我平牧师 读这句经文的时候 上帝真的是太全能了 哪怕整个宇宙是个疏忽 也容不下圣经的这话语 这量是如此的庞大 那么这么庞大的量 全在这本圣经里 这是多么多么庞大的 那么大家 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呢 甚至很多人说 哎呀 某某某写的书 有好几本 有好几个书籍呢 为什么圣经的话语的量 如此的庞大 如此的多呢 这世上再有发达 这世上再发达 科学再发达 将来的世界 再有多大的变化 无论多大的变化 圣经里全是有答案的 圣经里全有指引的道路 所以每个凌晨 我们来到主面前 是要领受上帝的话语 我们找一下 十篇一百一十九篇 一百四十七节 除了几几十四章 摩西和以色列百姓 面对红海的时候 他们是领受了 上帝的话语了呀 所以每个凌晨来到主面前 我们是要接近心灵 来领受上帝的话语 那么好多做父母的 说是信耶稣 而为什么后孙 却不信主了呢 这都是因为做父母的 没有顺从上帝的话语呀 顺从了上帝的话语 这才是信心呀 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 每个凌晨上帝帮助我 上帝怎样帮助我呢 上帝是通过上帝的话语 来帮我 这是上帝的允许呀 视频一百一十九篇 一百四十七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我趁天位量呼求 我仰望了你的言语 阿们 每个凌晨 我怎样才能得到 上帝的话语呢 所以趁天位量 就先起来 哀嚎 呼求上帝 向上帝认罪悔改 就是这段悔改呀 出埃及记十四章 讲的是什么内容啊 生命纪五章十五节 上帝让我们纪念出埃及事件 上帝让我们纪念出埃及事件 那出埃及记十四章 眼前面临红海 后边就有埃及军队紧跟着 进退两难 是关乎一个国家的 关乎一个国家的命运 关乎一个百姓的命运 那么 无论是我个人的问题 还是家庭的问题 甚至一个国家的问题 全要投靠上帝的话语 这正是当摩西在凌晨的时刻 向上帝祷告了 所以每个凌晨我们起来 要向上帝祷告 领受上帝的话语 而我们为什么不愿意 领受上帝的话语呢 那么 首先我们要怎样 先做悔改呀 先认罪悔改 做司机章悔改 以色亚书三十四章十六节 是旧约的内容 而所有的旧约 我们怎样才能读得懂呢 我们找下格林德后书 三章十四节 我们要承认基督 认识了主耶稣基督 才能读懂圣经啊 我心里的帕子要揭开的 每个凌晨我要领受上帝的话语 这一天我才能活呀 好多人说 哎呀我领受了 谭牧师讲到了 我听了呀 那不叫领受上帝的话语 大家听了上帝的话语了 叫着上帝的话语 如是认罪悔改 如是悔改了 这时候上帝会把上帝的话语 放入到我的心灵里 这才是我领受的圣经话语 我们学数字一二三四 那么我们学了一二三四 就能用这个一二三四 运用很多很多的计算题 无论是在买东西呀 还是做生意呀 而在学校里所学的那都是基础 那在学校学的这些理论知识 是怎么运用在现实生活中的呢 那么上帝的话语不是要来背诵的 这上帝的话语是要领受在我心灵的 为了领受这上帝的话语 使我的心灵性洁性 所以我需要认罪悔改 只有认罪悔改了 我才能领受上帝的话语 好多人以为只悔改一次就可以了 每个凌晨都要认罪悔改呀 不悔改不认罪的话 还会犯罪的 始终无法脱离灾难咒语啊 我在生活中的一举动 有没有顺从上帝的话语呢 有没有照着上帝的话语如是做呢 上帝的话语包含了一切 无论我们面临什么样的遭遇 无论我们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上帝这里全有答案 圣经里全有答案 而我为什么读不懂 为什么也不明白呢 这都是因为我的心里用帕子遮住了 我没有承认基督 没有认识基督啊 就比如说两根电线都没有连接起来 怎么会有这个亮光呢 灯光亮不起来 肯定是电线断开了 所以每个凌晨 我们要呼求啊 哀嚎的痛哭着认罪悔改 做吸气段悔改啊 我那些在这魔鬼的时候 听了上帝的话语是不明白 也不醒悟的 单一里是十二章十七 恶人是不明白圣经话语的 我听了圣经话语我不明白 不醒悟的时候 赶紧承认我是个恶人呀 根本就没有认识悔改 所以才不明白圣经话语呀 好多说 哎呀我悔改了呢 悔改祖宗所犯的罪了吗 我祖上所犯的罪 我也要承认是我的罪 我的很多不好的习惯 跟我的祖宗是一模一样的 我要承认祖宗一切的罪恶 全残留在我身上 彼得签书一张十八截 我爱骗人 我爱欺诈别人 我爱找借口 很懒惰 生活中没办法适应生活 总爱搞纷争 总爱去吵架 这都是我的罪 也是我祖宗所犯的一切罪过呀 认罪悔改了之后 做了四季段悔改之后 这一切都是感恩感谢的 感恩感谢的时候 上帝就赐我祝福 原来在鱼肚子里 通过三天三夜的祷告之后 最终是感恩感谢了 在座的各位 大家心里有感恩感谢吗 我心里没有感谢 正是因为我的罪 没有认罪悔改 我祖宗的罪 我也不承认 不悔改 靠着基督的保险 洗净这一切的罪恶 这时候使我的心灵 是舒坦的 在座的各位 我们首先来认清 自己的行为吧 有时候 我们以为 我在帮一个人 结果在毁了这个人 我帮这个人 结果呢 帮他刷完 结果摔坏了更多的盘子 那不叫帮忙啊 就比如说 我穿了一条长裙子 那么那个长裙呢 就在像扫地一样 扫来扫去 那路边上扫来扫去的 这个灰尘 全带到自己家里了 那据说最近 好多人穿牛仔裤 都是带着带 就是带窟窿的 难道大家是想做乞丐吗 为什么要穿这样的衣服呢 穿衣服也要端装端正吗 这五月里所立下的应许 全是和我立下的应许 是属于我的 神明记五章三节 而很多人说 哎呀 我怎么就没办法领受这么好的话语呢 这都是因为我心里有这个帕子 所以要做细续段悔改 把这个帕子揭开 靠着基督把这个帕子揭开呀 哥林的后书三章十四节 十五节 十六节我们读一下一二 但他们的心地刚硬 直到今日 颂读旧约的时候 这帕子还没有截去 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 然而直到今日 每逢颂读摩西书的时候 帕子还在他们心上 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 帕子就几时处去了 阿们 哪怕现在认罪悔改也不晚的 只要现在能做细续段悔改的话 这帕子就能揭开 使我领受这上帝的话语 使上帝的话语照在我的心里 而我的心总是用这个帕子盖住 所以上帝说了 不认罪不悔改的时候 是没办法领受圣经话语的 如果没有基督的话语 不照着基督讲道的话 那都是假的讲道了 我们认罪悔改 是靠着基督的保险认罪悔改 承认基督的保险 赦免我这一切的罪恶 这就是细节的悔改呀 上帝告诉我们圣经话语里 包含了一切 为的是让我的灵魂得救 为的是给我允许 出埃及记十四章 大家可以好好读一下 凌晨的时候摩西祷告了 这时候上帝指使了摩西 伸出帐来 上帝现在也是要这样帮我的 护士的普通我牧师在早晨 大概是在一点五十分起床了 然后呢 一点五十分开始记下了很多很多圣经话语 但是这么丰盛的上帝的话语 给大家讲 给大家传 大家却不领受 不爱听 甚至也不愿领受 因为大家一直以来去的教会 从来没有认识悔改呀 我属于基督了 这时候上帝使我成为崭新的新人 做了四季段悔改 这时候上帝使我成为崭新的新人 格林多霍书五章十七节 无论是什么样的人 只要是属于基督了 全成为崭新的新人 好多人说 哎呀我从来没有认识悔改过 以前也没有做过四季段悔改呀 这时候 无认识不悔改的时候 读圣经反而自己害自己呀 真言二十六章九节 铁赛人家前书二章十三节 上帝的话语是活着的 在信者里面 这上帝的话语是如实的有功效的 好多人说 哎呀我昨天认识悔改了 而今天是崭新的新的一天 我今天还要向上帝认识悔改呀 诗篇四十六篇五节 每个凌晨上帝帮助我 除了记忆十四章 摩西在凌晨时刻听了上帝的声音呀 那么大家听到上帝的声音吗 不知的仆人我平安牧师 跟大家分享 每个凌晨要认识悔改 每个凌晨要做四季段悔改 这时候就能听上帝的声音呀 我们今天会遇到很多困难 我所面临的困难 我所面临的遭遇 投靠自己只会越糟糕 投靠自己的时候只会越加的凄惨 所以无论大事小事 只投靠上帝的帮助 而我们人特别的傲慢 人特别的骄傲 我们特别的张狂 内心特别的傲慢 不愿意投靠上帝 反而投靠自己的想法 投靠自己的理论 这些段悔改 这是第一个四分之一 认识自己的罪 第二个四分之一 求上帝饶恕我的罪 尼西米西九章全有记录我 耶利米诗十七章一节 而我心里有罪恶的时候 刺痛了我的心 所以要靠着基督的保险 洗净我的心 最后一个四分之一 就是发着内心的感恩感谢 感恩感谢的时候 就有奇迹发生 照着上帝的话语 如实的顺从 认罪悔改了 这时候我的行为 才有基督的光了 信心是要在这世上 照出基督的光 做光做义言 这一切全要靠着 这一切是要靠着基督的 马太腓五章十三节 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 而我不信基督的时候 我不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就属于败坏的人 妨碍着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心里因不信 导致妨碍这个福音 宁可去听人的理论 宁可去听人的学说 不爱听从上帝的话语 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二节 在这凌晨得到上帝的帮助吧 上帝帮助谁呢 做四周段悔改 认罪悔改 做了四周段悔改 使心里的帕子揭开 使上帝的光照在我身上 使主耶稣基督的光照在我身上吧 藐视上帝的话语 嘲笑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是要收获的呀 嘲笑上帝的话语 藐视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就如同法利塞人文士是要收获的 那么不相信上帝的话语的话呢 那是要去地狱呀 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九节呀 不相信上帝的话语就是最大的罪恶了 我身边始终有人不相信上帝吗 那么大家要谨慎呀 上帝如此的爱我 上帝要帮我 而且上帝在一切事情上都能帮助我 无论我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无论我遭遇的是什么样的困境 上帝全都能解决 只有上帝是帮我的 而上帝是全能的 把这么多 把这么丰盛的量 全体现在这一本圣经里 真切地祝愿大家在这凌晨 得到上帝的帮助我 无论是旧约的内容 这六十六讲圣经的话 全是要靠着基督使我明白的 所以哪怕现在认证悔改也不晚 我们做四季段悔改吧 我们找下格林登后书三章十七节 哪怕现在认证悔改 哪怕现在做四季段悔改也不晚的 比如说我们吃西瓜的时候 没有人吃西瓜皮的吧 我们是吃西瓜人啊 人是不吃西瓜皮的吧 那么我们读圣经呢 要揭开我心里的帕子 我要承认基督 承认基督的保险是赦免我一切罪过的 是基督的光照在我心灵了 而我始终不信 导致基督的光照不进来 我不信是因为我不认罪不悔改啊 总是带着我的想法 带着想法的话 是没办法属于基督的 格林登后书十章五到六节 我的想法我的理论全是属于灾难和咒诅的 圣经的话语 圣经的话语如此的庞大 如此的奥妙 大家为什么不愿意醒悟呢 为什么不愿意领受呢 格林登红书三章十七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主就是那灵 主的灵在哪里 那里就得以自由 阿们 我属于基督的时候 才能领受圣灵呢 圣灵是使我自由的 而我现在不自由 说明我是属于魔鬼了 这太可怜了吧 上帝是赐予我自由的 上帝是释放我的 在座的各位 我们警醒过来吧 从现在开始 从新开始吧 在这凌晨 大家有听到上帝的声音吗 大家不认罪不悔改的话 什么都听不到啊 听了上帝的话语 就要认罪悔改 这时候就有上帝的指引 有上帝的引导 上帝一定是引导我的 今天在白天遇到困难 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赶紧明白过来 哦 我也跑到基督外边了 每当我遇到一些坎坷 每当我遇到一些 绊脚石的时候 赶紧醒悟过来 哦 我又跑到基督外边 我又背叛了基督 这样认罪悔改啊 只有摩西心灵是平安的 以色列百姓都在抱怨了 我们也要像摩西一样 时时刻刻投靠上帝啊 被招的人这么多 怎么被选择这么少呢 马太平二十二章十四节 我们千万不要成了愚昧的 我们千万不要光身子来到教会 我们也要像摩西 像约书亚一样 照着上帝的话语如是顺从 要得到上帝的引导 要得到上帝的话语啊 只有基督是我的指导者 只有基督是我的师尊呢 马太平二十三章十节 只要我们认罪悔改 做四周段悔改 基督就引导我 我不悔改的时候 是得不到基督的引导啊 我内心不属于基督的话 全都是属魔鬼了 我面临的问题 我儿女面临的问题 全要做悔改 全要认罪悔改 做四周段悔改 认罪悔改了 这时候就能得到上帝的帮助 我们做四周段悔改了 这时候上帝使我领受 上帝的话语是一篇一百一十九篇 一百四十七节 在这凌晨 向上帝认罪悔改吧 每个凌晨 哀嚎 向上帝认罪悔改 痛哭着向上帝认罪悔改 这时候上帝使我领受上帝的话语 不足的普通我平牧师 走遍世界各地 奉处的名 走遍世界各地 那么大家知道 在海上作业的 在海上作业的 尤其是在造船业这方面 人的性格都是很粗糙 讲话也很粗糙的 当时那些人都说了 朴牧师如果照你的话做了 没什么好收成的话 你可等着瞧吧 我们不会放过你的 而不足的普通我朴牧师 怎么就有那么大的确信呢 而且当时 他们还一度威胁朴牧师说 这靠自己是做不到的 我心里服侍圣父圣子圣灵了 我心里是属于上帝 这时候是有胆量的心 在这凌晨找回自己吧 我遇到困难 我遇到问题 这都是因为上帝在提醒我 让我找回心灵的自己 我们静静地把手放在我的胸口 上帝是帮助我的 只要我认罪悔改 只要我做四季段悔改 我在过去抢到 我在过去抢劫了吗 今天认罪悔改吧 也是有希望的 无论是谁 只要认罪悔改 都是有希望的 在凌晨时刻 摩西听了上帝的声音 是与上帝同行的 所以他心里是带着勇敢的心 是有胆量的 导致整个百姓得到了上帝的帮助 而以色列百姓呢 反而抱怨发怨言了 大家是在抱怨发怨言的时候 只会死去的 希伯来说三章全有记录 我们也要像摩西一样 每个凌晨投靠上帝 得到上帝的帮助 我心里的帕子要揭开 我们认罪悔改 做希伯来悔改的时候 就把这个帕子揭开了 在这凌晨得到上帝的帮助 靠着上帝的帮助 使我得救 使我的儿女得救 使我们最爱国者 真切的志愿 大家在这凌晨 得到上帝的允许啊 做希伯来悔改的时候 使我领受这允许 我父王 我父您告诉我们 我和上帝之间的这隔阂 就是我的罪恶呀 以赛亚说59章1.29 我们相信 靠着基督的保险 认罪悔改 做希伯来悔改的时候 上帝使我的罪得到赦免 我父王 去我父帮助 使我每个凌晨 来得到上帝的帮助 靠着上帝的帮助 使我得救 使我的儿女得救 使我为身边的灵魂祷告 去我父帮助我们 使我们 使我们做上帝的儿女 使我们认罪悔改 醒悟过来 做上帝的儿女 我父您告诉我们 认罪悔改了 做了希伯悔改了 这时候我的心灵得到医治 使我的眼睛睁开 使我的耳朵听得见 我父 在这凌晨 去我父帮助我们每个心灵 使我们只投靠上帝的帮助 使我们 也帮到身边的人 我们相信在这凌晨 我们相信在这凌晨 上帝帮助我们 奉耶稣的名 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我父帮助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